开了20个小时终于到扬州了 特意找了一个有充电桩的生态公园 这里环境很好 待会我要出去玩了 对了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从千岛湖到扬州的过路费竟然这么贵 现在车里还有8度电 但是我出去玩不方便带狗子一起 只能让他在车里吹空调了 否则他可能会中暑 所以现在要把电充上 这是一台直流快充装 目前国内的房车几乎都不能直接使用充电桩 还好我提前准备了这种直流装取电器 先把取电器和房车连接上 再把充电枪取下来 这东西它个都不大但真的很重 我费了好大力气总算把它连上了 每次充电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折腾了这么久终于充上电了 现在来扫码 一块钱一度电 还是很便宜的 现在充上电了 撑起住车之腿 除了充电以外 这是第二件让我崩溃的事情 好像有个电动之腿啊 出门之前先带狗子出来溜溜 外面的太阳真毒辣 狗子都觉得烫脚 一个劲的往车上跑 狗子知道我要出门 它很自觉地进了笼子 搞错了 再来 乖乖在家吹空调吧 我要出去晒太阳了 谁能告诉我 扬州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吗 有哪些方案 但不在乖 没问题 都没问题 窝 中文字幕——YK